美国一个月内二度批准对台军售 国防部29日证实 美国拜登政府已通知国会 准备出售价值1.8亿美元的 火山反战车布雷系统给台湾 隔往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据了解陆军司令部以九镇专案为名 向美军购买14套车载型火山布雷系统 佩服的地雷属于战防雷 可设定刺毁 有4小时48小时15天3模式 避免伤及平民 这种布雷系统也可装设在黑鹰直升机上 不过外界担忧 火山布雷系统已停产多年 会不会是美军在清库存 美军发现中国跟俄罗斯 这种大量的二字装甲车 仍然对自由民主国家会造成伤害 所以将这一个火山布雷系统 把它调整变成是反坦克的布雷系统 那在2017年重新把它这个系统推出 所以不用担心是旧系统 美国的国会在前年已经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所谓的军售常态化 不要再用包裹的方式 只要通过就直接去宣布 通过一个就宣布一个 总统蔡英文宣布延长兵役之际 美国接连宣布对台军售 另外美国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网页也指出 预计将提供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 给乌克兰台湾和拉脱维亚 这套工作网站系统可和美国先前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搭配使用 王定宇表示这套军事采购方式 正先美国刚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所包含的台湾政策法 美国应主动向国际盟友寻求军事武器 来解决台湾对外军购的困境 新唐亚太电视曾一豪詹勇如 台湾台北报道